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颗长寿花 我这一颗长寿花它是一个老庄型的 那么今年已经是第二波开花 如果说我们想要这种长寿花 一年开四次花的话 大家赶紧给它处理一下 因为现在处理的话很快一个月左右 它又会开一波花出来 那么等到冬季来的时候 它又开一波花 那么就可以一年开四次花 那么具体要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们要修剪掉一些长花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新枝条长得非常的强壮 如果这个时候不修剪掉这些长花 那么这些新的枝条就会变得瘦弱 下一波花就会变得更加少 像这一种花杆我们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最好是剪掉一两堆叶子 像这些全部给它剪掉一两堆叶片 还有底部这些全部给它剪掉 剪完这些花杆之后 接下来就是剪掉底部的这些侧枝 像这种侧枝侧芽 小的根部这些 因为这一颗它是老装型的 所以我们要把底部的这些侧枝给它修剪掉 尤其是一些侧芽 像这一种我们都不要了 还有一些老的叶片 像这种老叶片给它处理掉 避免它在根部出现腐烂 导致虚筋感芽 像这种芽全部给它抹掉 如果大家想要保持更好的柱形的话 也可以把一些不好看的枝条给它修理掉 像这一种我们也可以把它修理掉 如果大家想要它开花多 那么我们也可以保留 那么我们修剪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补肥 补肥的话大家可以用这种素酵附和肥 因为这种素酵附和肥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或者我们使用一些农家肥 养分也是可以的 那么只要在这个盆土的表面撒上十几二十粒 然后坚持薄肥勤湿大概15天一次 等它进入花期之后 我们再改用零酸的青甲 那么这就是让长寿花一年开四次花的一些养护方法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